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和 我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到了西北 边疆地带 一片都是荒原 种了墨子 种了大豆 如果不下鱼 那今年就没有收成了 因此就是看天吃饭 不可能像我们台湾 有山上的水去灌干 而在那些荒原地带 好像地下水也不容易找到 所以是天使非常重要的 还有地利 这是包括地缘 我们在这个环境 对我们有利 天气对我们有利 再加上人有缘 人和非常重要 我常常这样子讲 必须安人才能够成事 家和 下面一句什么话 万事心 如果家庭不和 就是事意成功 回家的时候一定很痛苦 一定也会在事意上受到影响 方法 是把我们自己的才能 来配合 说我们拥有的资源 还要应用先天的福报 和智慧 这个福的智慧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同一个父母生的 在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 在同一个学校比一的 渐渐渐渐的 就是不一样 智慧 福报 都有先天 有后天 先天不做 后天失调 那我们就 既没有福报 也没有智慧 如果先天呢 就是说 过去世 曾经呢 寄过人的缘 寄过许多人的缘 那我们这一生呢 就 常常 遇到 贵人 常常啊 遇到 住缘 没有夫妻的人 常常遇到啊 住缘 贵人 没有夫妻的人呢 常常 遇到 冤家 还有什么 对头 都是给你 扯后腿 但是 请诸位 不要 失望 我们 先天不做 后天 不要失调 要 要用后天的努力 来 弥补 先天的不做 我相信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相信 我过去啊 寄了多少人的缘 因为我这一个人呢 做任何事啊 都不顺利 我要去日本留学 许多的人 坐在反面里 来帮我的忙 那我说 我这一定是啊 过去是啊 造了很多医 一定是过去是啊 倒了很多的蛋 所以这一生呢 是啊 那么不顺利 因此我的师父 东处老人就说 圣言呢 你不错 就是没有福报 你应该要多集人员 你应该要 多多的赞叹人 帮助人 我说 我有没有钱 我怎么能帮助人 我说 人家也不相信我 我赞叹人也没有用 他说 用心赞叹人 也是好事啊 用心里边 说 随喜 也是好事啊 这是呢 我们修行禅法的人 修行禅的方法的人 一种基本的观念 基本的态度 是这个样子的 方法 没有什么一定的呀 优或者是利 但看我们呢 是如何的来选择 我 我常常怎么说 我们在 开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一步走的对 也不对的 我们在开始选择 行义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一行义 是不是这一辈子 是我选择的 这是最好的 但是 一个良言 色明的人 要找拐杖 怎么知道 哪一根拐杖是好的 资料 根本不知道 那就顺手摸嘛 摸到一口 摸到一只拐杖 你就用它走吧 走一步算一步 能够走比没有走好 因此 开始的时候 是不知道 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 因此 有了方法以后 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练习 也不断地试验 不断地体会 再修正偏差 再选择 再选择 我们工作的行业 一处学校的门 不管是出了中学大学 或者是得到的博士 说是 工作究竟就是 是不是 恰到好处 适合自己的工作 毫无把握 但是 有一份工作 总是好的 我们先找了一份工作 再说 这我常常做比喻 先找到一匹马骑 骑上这匹马 可能这匹马 是一匹 下士 不是好马 但是你还有一匹马 可以骑 骑着马 然后再找马 骑着坏马 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坏马 然后你选择好马 方法 有利好坏 能够决定 失忆地成败得赦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有智慧的人 能够化 辅修为神旗 能够用着的当 不管是好是坏的方法 都能够试试 这心运手 很多人认为 共有善其事 必先利其期 写好字的人 一定要有好笔 但是很多的作家 的笔不一定好 文章照样写得好 我在官房里边 闭关 拉当 是六当 是六年 六年 我做闭关六年 有一人送了我一支币 派克二十一 我用了六年 不捨得丢 然后到了日本 我写苏式论文用它 写布式论文用它 这支币 已经是破的 破币能够写出 好文章来呢 不一定 说是破的币 就写不出好东西来 币是破的 文章是好的 这个是环保 因为东西一定要用到它 不能用为止 它还能用 不能够因为它是破 不用它 方法是这个样子 就是看我们是怎么用它 用巧思来用 我们的方法 就能够把方法 用得非常的灵活 而非常有用 假如说我们用之不得当 就是不会用方法 那就适得其反 花了很多的时间 而还是徒劳武功 所以这一点呢 请诸位呢 对方法不要啊 说这是好方法 那是好方法 我有一个朋友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 他天天读啊 邱永翰的书 叫做《法才之道》 他那个时候也跟我讲 他说圣言法师 我现在学法才 法了才以后呢 我来护士三宝 听你奇妙 我说阿弥陀佛 感谢 感谢 结果呢 邱永翰的确是法才 而 看他书的 我这位朋友啊 一直到现在呢 并没有发财 并没有发财 我在前年看到他 我说你能不能替我奇妙啊 哎 但我现在还没有发财 我正在准备发财 这个 邱永翰用那个方法 他发了财 我这个朋友 那个方法用不上力呢 还是用错了地方呢 所以表错了钱呢 还是怎么样 结果他没有发财 方法是同一个 但是他不发财 我的徒弟修行的时候 我给的方法完全一样 但是我的徒弟之中 有人说 师父啊 你给他的方法那么好 为什么不给我的方法那么差 你给我好的方法好不好 我说阿弥陀佛 我也用这个方法 我说还有更好的方法 我就舍不得给你了 我自己先用了 事实上 没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看看我们自己是 会不会用 用它的时候 不能够啊 说老师说的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书上讲的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进行书不如无书 老师看书 相信书 是书带子 你发不了财的 请问诸位 是不是看书发财的 书要看啊 书要看 不是不看书 特别是我的书要看 虽然 虽然看我的书 开不了雾 但是呢 总是有一点用了 可是呢 要揣摩着用 如何的用 一定要把自己去 好好的练习 好好的再来改进 这才能够真正的成功 下一篇我要讲 多多多 就这样子下去 就能够行了吗 不一定 所以前人的经验 要仔细用它 体验它 你不要相信 所以前人的经验 是这个样 我马上用它 对我 我也是照样的去用 就有用 不一定 因为呀 在禅宗来讲 许多许多的功 都是开悟的故事 可是 你照的那个公安里边 所讲的过程 方式去模仿的 去试 能不能开悟啊 不能开悟 你只能够 照着几本眼 他怎么做一个动作 你也做一个动作 到舞台上可以 但是呢 对于开悟来讲 是两回事情 一定是 要其实地 其实地 好好地去练习 去体验 自己去经验的 不是说 仅仅听取 专家的经验 吸取前人的经验 专家的忠告 我常常讲 有了病 要看医生 但是 不要 全部相信医生 我常常有人呢 来找我 是什么人呢 医生给他判了死刑 说他们呢 还有多少天 还有几个月 就要死了 他们没有要死以前 不来找我 医生判断 他们是死刑了 他们来找我了 好像要我帮忙 来赏免他的死刑 因此呢 我就跟他们讲 我唯一的办法 就劝他们 医生要叫你治疗的 你还去治疗 医生讲的话 不要相信他 你不会死的了 要不然的话 你吓也吓死了 愁也愁死了 你等死等死 你不死做什么呢 所以有一些医生 做得很奇怪 这些病人看过我以后 不死了 当然人不能不死 也不会不死 但死了慢一点 总是好的嘛 但是呢 来见过我 跟我谈过话 我告诉他们的方法之后 就不要等死 不要怕死 要看医生 还有呢 好好的呀 念佛 相信我的话 你不会像医生说的 要死 马上死 不会死的了 我说我也会死 我不会说 嗯 我大概快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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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是这样子想 我想我明年 也许下一个月就死掉 我没有想到说要死要死 死总是要死的 什么时候死 管他去 到死的时候 非死不可 那就死了 所以我讲 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请诸位呢 不要担心着失败 不要担心着失败 而期待的成功 你不要老是说 怎么成功还没成功 成功还没成功 你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练习 听取专家的经验 忠告要听 听一半 或者是呢 听个百分之几 下面呢 我要讲 时时学习做提得起 放得下 收放之如 进退自有 当进之进 当退之退 应该提得起就提得起 你非要你放下的时候 你不放下也得放下 为什么不放下呀 很多人呢 提得起也放不下 有一些人最糟糕了 又提不起又放不下 下下等人是提不起也放不下 下等人呢 提得起放不下 上等人呢 提得起也放得下 随时提得起 随时提得放得下 这种人 才是 上等人 也是 决定能够成功的人 你们结了婚的人 你不要说 今天结了婚 明天我放下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能用啊 我是讲的是 厉害 则是 是非人物 不要把责任也放下 下边呢 什么是目标 如何达成目标 我用最简单的 集点 来 给周围啊 请教 希望追求 事物的 实现 那就是目标 我们希望 约状事 希望一样东西 或者希望什么事 希望什么 东西 能够啊 实现 出现 这是目标 希望完成 某一种心愿 也是目标 这个心愿 就可大可小了 比如说 今天到这里来 听一场演讲 暂时试试看 听一听 听了一场演讲 我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只是听一场演讲 这个也是心愿 一下子就达成目标了 发一个愿 现在我听圣言法师 一场演讲 以后呢 一辈子我要跟圣言法师 学习佛法 一辈子 我要跟所有的 大德法师 学习佛法 再目标就大一点 这个心愿就 比较更大一些了 另外 我再来听这一场佛法 准备呢 我永生永世 永远永远 一直到成佛为止 我就是要做一个 佛教徒了 这也是一种心愿 另外 希望达到的程度 是一种目标 也就是程度有大 有小 有钱 有身 有长 有短 有远 有近 有一些人是有远大的 目标的 有一些人呢 仅仅是小小的 目标的 因此目标 有大小 私人的 绝部的 个案的 阶段性的 进程的 一时间的 都所以小目标 所以团体的 所以大众的 所以整体性的 所以普遍性的 有严肃性 有严学性的 和永久性的 那都是大目标 所以成功 就是我们的目标 目标可大可小 可是 小目标之中 只有小目标 会不会完成大目标啊 不会 你只有一点点的小目标 今天我只要 一杯水 明天 我只要一碗饭 后天 我只要 一地只菜 在 你永远是在小目标里头 你小目标 老是 说说 碎碎的 很容易完成 很容易达到 但是呢 你没有一个整体性的 也不会让你积极的 有啊 毅力的 有持久性的呀 努力 因此 一定呢 要有大目标 大目标 之中 一定 就包含着 许多许多的小目标 就在大目标的过程之中啊 你就得到小目标 那也就是啊 大成功 里边就有小的成功 因此 我准处准备要回台湾呢 因为读书读不下去了 没有钱呢 我这位指导教授呢 他告诉我两句话 他说 他说他的老师 曾经告诉他 说 衣食之中 无道心 道心之中 有衣食 衣食 懂不懂啊 穿衣 吃饭 也就是生活的意思 他说 尽竟是为了生活 为了糊口 为了吃穿 那 你不会啊 有菩萨心的 你不会啊 有啊 救人救世的心的 可是呢 如果你有了菩萨心的 你这个大愿心呢 是为了救人的 救世的 救众生的 你为了弘扬伏法的 为了广度众生的 你放心好了 你都一定 有饭吃 有衣服穿 他说 你不要担心呢 你念书了 当你真的那一天 没有钱的时候呢 我带着你去画园呢 这是我的教授 我怎么个 拯救这法新呢 我说对啊 我来日本留学 就是为了要修学福法 弘扬福法 要是弘扬福法 目的就是为了 救济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第三个星期 我就得到了 我的奖学金 而且是个无名师 送我的钱 我就后来念了 意识之中无道心 道心之中有意识 这也就是说 我们大目标之中 有小目标 因此我们的心量要大 要远 要为啊 整体的 全体的 不讲 仅仅是为现在的全体 而是 永远的全体的人类 众生着想 当然了 诸位菩萨 你们不可能 达到那么远呢 但是 目标大一点好啊 目标大一点 可以让你能够啊 好好的努力的 那么人生在世的目标是什么呢 人生在世 第一 很多人是 生而若女 难以允舍 以万物啊 共生同死 与草梦啊 同修同福 这是人生的目标吗 这个不是人 这是啊 植物 还有什么 动物 所以孔子说 隐色男女 实施信念 这是动物的本能 不是人生的目标 可是我们许多的人 都是 陷入在 沦陷在这个层次里面 非常的可惜 我不要说是可怜 利得利公利言 为千秋万事真名 为天下的畅生真利 这个是世间的 圣贤豪杰的目标 是他们的人生的目标 但是 利子求千秋之名 要赠天下之利 可惜 天使弟弟人和 多凑不起来 而使得不能称心如意的人 那怎么办啊 那应该 以人格的成长 道德的成熟 求得 身心的 平安 就是说 无愧于天 无愧于地 无愧于自己的心 这一个人算不算成功啊 算不算啊 算 我们呢 所以 很有办法的时候 福报很大的时候 说 因缘 济会 又说 风云 风云济会 那这个是 大成功 人人都知道 可是遇不到这样子的因缘 怎么办呢 我们要不要 做人呢 什么也做不成 人要做成功 这个也算是成功啊 最后呢 要 不为追求什么 但是为了 随缘 效旧意 但为 掌养 菩提心 但为 广迹 众生缘 提起 做人的责任 超约 成败的 取舍 这就是 菩萨道的方法 也就是呢 我们人生 或者是呢 学禅的人生的 最高的目标 祝福大家 能够认定方向 确立目标 运用方法 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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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